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这几节课 学习到发达寺院第六 我们应该都很熟悉 老和尚讲经当中 有做一个较量 四十九年佛所说一切经 华阴经第一 经中之王 华阴经末后十大愿王导回极乐 所以华阴经跟无量寿经比了 无量寿经第一了 无量寿经有四十八品 哪一品第一呢 那当然是 第六品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那四十八愿 哪一愿第一呢 那就是我们呢 正在学习这十念必生愿 包含 包含 散导大师说 四十八愿当中 五个真实愿 刚好都在我们这几节课讲的经文当中 所以 这些经文都不能滑过去 滑过去的可能修行的重点 就没有掌握住了 所以第六品等于是 释迦摩尼佛四十九年所说法的顶峰了 我们要深入学习 然后依教奉行 就像上一节课 我们学习到 第十八愿 经文说到了 我做佛食 食方众生 吻我名号 至兴信药 那这个自兴 就是一心 一心一意 我们之前提到 有祖师比喻 这个一心 就好像 你被一群强盗追杀了 追到河边 就是说要逃命 想着 要跳下去 要不要脱衣服 要怎样才好 不可能有 其他的念头了 都是想着 怎么过这个河了 一心专注 所以老和尚讲经常常说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建了阿弥陀佛 这个是一心的 自兴 其他的都不求了 那信是没有怀疑 我们有没有起过念头 我能不能往生 那这个就不够性了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 而且 十方如来 连练众生 如母一子 我想回去 哪有可能阿弥陀佛不接我 我们有时候 没学佛以前的习惯 很容易现前 这个我们要关照到 遇什么事 容易消极 悲观 怀疑 修行要把性格转过来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要信任自己 当然要信任佛 这个信任很重要 因为佛在 这个十节以前 已经成佛了 所以问题都不在 佛那一边 他已经圆满了 有这个 病得比较重的同修 他念啊念啊 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来接我 起这个念头 就有可能把责任 推给阿弥陀佛了 我们不能犯这样的问题 其实啊 其实啊 他病这么重 照理讲啊 阿弥陀佛同体大悲啊 不忍心他多受一天苦的 这个是我们要相信 相信阿弥陀佛的地方啊 一定是我们还有放不下的人事物 没有一心念我 念到哪里去了 人事物 仔细观察 阿弥陀佛怎么不来接我 这样的同修啊 你看他念佛之外 谁有没有来啊 谁照顾我 我比较习惯啊 他还在想人 哎呀好痛啊 赶快来接我吧 他在想这个身体 这些心念啊 都还有留恋世间 人事物 所以这个 观照啊 观反思啊 才能找到问题 所以我们之前呢 跟大家都交流过 刘树云老师 有一段法语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爱真多 大家仔细观照看看 你一想到人 要不就是你喜欢的 要不就是你不欢喜的 所以我们观察观察自己 这个修行的路上 要自我勘厌了 我这一段时间呢 脑子里有没有常常冒 哪些人呢 没有冒阿弥陀佛 冒人出来的 这个都是可以检查的 你佛号越念越多了 也不会想人想事了 这个状况就渐入加进了 我心里不装饰 装饰是非多 常常会想一些事 而且是过去的事 一般你思考 思考什么 我当前面对的 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你要解决 你依照经教思维好了 该怎么决策决策了 不要一直在那里牵挂 犹豫 这样也不好 就变现在烦恼 但是假如冒的 这是过去的事 那铁定这些事 我们还挂在心上 这所谓过去烦恼 过去放不下 铁定在过去这个事里面 是非人我 爱恨情仇 夹杂在里面 不然为什么放不下它 我心里不装物 装物贪恋多 这个身体也不能自作 我们看那个念佛 很恳切的生病的人 没有很严重的病痛 重罪轻爆 癌症 但是不会太痛苦 因为他都专注在佛号 其实痛 也是心想生 理上 我们应该不会怀疑 一切法从心想生 痛 也算一切法里面 当然我讲到这里 你有亲戚朋友 病得很痛 你不要马上回去 一切法从心想生 我们现在是探讨意理 深入一点 宽以待人 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是 体恢处别人痛 那言以利己 可以比较严格 要求自己 黄念老 讲了一个事例 有一个人腰疼 疼得很难受 他不简单 他把这个腰疼 当作逆真上缘 所以会修行的人 把一切境界都当道场 何处是道场 顺境逆境 善缘 恶缘 都是道场 好好修自己 所以他就精进念咒 一心念咒了 念到感觉身体没有了 结果后来病就好了 身体都没有了 身体延伸出来的病 痛就消失掉了 所以一心念佛 这个病痛一定能够减轻 包含我们在病痛的时候 跟观身不静 观受是苦 容易看破这个世间 这都变成我们 这个厌离说婆的 正思维了 每天洗澡 哇 戳出那么多脏东西来 不容易留恋这个身了 我要去取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 换一个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身相 不留恋这个臭皮囊 所以刚刚跟大家讲的 问题都不会在阿弥陀佛那边 问题在我们自己 这边 就容易找到问题点了 也不会生怀疑了 信不怀疑 要 要是很欢喜 很喜欢 所以喜欢极乐世界 真正想去 那就 归心事件 想回去了 好 那一定 要就是最喜欢的了 那我们一定会把念佛 摆第一 因为最欢喜的事情 那这个要自己检查 我们假如是 啥事都操心完了 没事的 念念佛吧 这个念佛就拍后面了 而且冷静想想 真的要把事情处理好 心要很定才有办法 假如平常没有把念佛摆第一 你真正要处理事的时候 心能够很安定吗 我们处理事 能不能处理好 完全看我们心的状态 思考问题都要从根本思考 不能忙到孜孜默默去了 把念佛摆第一 把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 我们才能处理好事 不然呢 一直忙在处理事 又没有处理好 这个恶性循环 这个怪圈 这个怪圈跳不出来了 也很痛苦 真正重视念佛了 忘念少 佛号多了 烦恶劲轻了 处理事处理的没有副作用了 后遗症了 慢慢这个良性循环 转动起来 接下来 接下来经文讲了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这一句也很重要了 你念佛了 修行了 一丝一毫的善事 善心善行 都回向庄严净土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只想着求生极乐世界 没有想说做善事 得什么果报 让我硕士可以考上 让我博士可以考上 还是让我可以得到 谁的肯定 这个都不是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当然 黄念老也有说 这个佛法 我们毕竟在世间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是可以求的 但是那个求 不是自己留恋在世间 大家注意这一点 求工作稳定 好好修行 求 假如 人生是走上婚姻的 求一个好的对象 组成佛化家庭 我们要求生净土的心 还是很坚定 那这样的愿 佛菩萨会满愿 佛菩萨很讲人情味 观音菩萨 送子观音 找对象他也管 毕竟 毕竟 在家人比出家人都多 是吧 那 请问在家 在家人 这一生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 缘分 最重要的是哪个缘 你的孩子 有没有学佛 你搞了一辈子 搞了六十年七十年 最后 你的孩子没学佛 给你乱搞 我们还没有到禅定的官夫 一下就被他搞掉了 所以这个可以求 求这个 组成佛化家庭的孩子 所以应光祖师也很慈悲 还叫求子三要 你这些求啊 都是为了成就 到业而求的 不是因为你 留恋这个时间 像 我们很熟悉的 梁武帝 他求什么 求人家赞叹他 所以遇到 得道高僧 达摩祖师 他 首先 还得炫耀一下 正 自登基以来 建了多少寺院 帮助多少人出家 正有没有功德 他就没有 所有善跟 惺惺回向 愿身我国 他还想着 要人家肯定 那大家注意 所有善跟 惺惺回向 所作一切善 都变成 往生的质量 都变功德 大家注意 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功德才能 带我们出轮回 福德不行 所以 功德 清净心 才有功德 不流令世间 才有功德 所以梁武帝这一念 还有求世间的名 就把他所作一切 翻转成 轮回的善报 你看这一念 他所作一切 佛门的事 他全部求生极乐世界 他铁定往生 他在这一念错 就差太多了 所以这一句经文很重要 不要把自己所作一切 翻转成轮回的业 要变成往生的质量 那这一句很重要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老和尚在这一段里面 提出来了 偶艺大师 在要劫里告诉我们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信愿之有无 也是从这一愿说的 愿生我国 至心信要 信跟愿 都在这一经文当中 品味的高下 在瓷明的浅身 瓷明功夫深 品味高 瓷明功夫浅 品味就低 记住 瓷明功夫深浅 没有说瓷多少 当然 我们一看到瓷明功夫深 品味就高 浅就低了 我们不能下一个念头说 我看 我就浅就可以了 我能往生就可以了 强者先迁 强者先迁 古人有提醒我们 取法乎上 得乎其中 取法乎中 得乎其下 取法乎下 了无所得 你一不小心就不能往生了 是吧 所以 你要定在 上品往生 你再怎么不小心 也中品 也不会有什么闪失 而且我们功夫越深 越能给众生信心 所以这种 平生无大志 只求六十分 这种性格要改 我讲到这里 你们不能反驳我 老儿三说六十分就好了 老儿三那个六十分 他放得下 他把其他的时间 都好好去读书了 而不是没有志气 大家不能听 着在文字像上面了 人家老儿 老儿上是放得下这种 考试的名次 但是他很有功的 他有大志的 那这个进一步了 老儿上知道了 持名要有功夫 什么叫功夫呢 念佛的时候 心地清静 不怀疑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个叫功夫了 如果怀疑夹杂了 就没有功夫了 不容易得到利益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不能我们念了三年五年 人家问 你念佛 有没有比较有功夫 想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 不能修得稀里糊涂的 自我堪厌 有没有烦恼越来越少 其实烦恼有没有越来越少 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就知道了 我们的心的状况 会呈现在脸上 相由心身 心里很多忧愁的 铁定脸上看得出来 我们不能 修行人不能心太粗了 我们修得怎么样 脸上都有 信息告诉我们 包含 懂得 关照自己的心念 我没有夹杂 念佛的时候 有没有夹杂很多妄想 好 所以这里 老上指导了 大士之菩萨教我们 静念相继 都射六根 六根不能向外攀球 收回来 尤其耳根 耳朵一专注听佛号 其他的五根不容易出去了 收射回来 敬念相继 念得清静 才有感应 才相应 一有相应 越念越想念 越有发喜 诸位 大德同修 我们有没有越念越想念佛 好 我就不逼大家了 我们自己 观照观照 要越念越欢喜 越想念 称明 十极 欲光时 尊重此时 莫空过 一念佛 就是欲佛光 铸造的时候 尊重此时 莫空过 务时一秒钟空过 务时一句话空过 空说了 老阿上说 分秒必争 有一分一秒 赶紧念阿弥陀佛 受用无穷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我们有没有挂在口上 哎呀 我业障很重啊 多念佛 不要常起这种念头 你起这种念头 若印象 一直就 业在做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不但道心纯属 且可福慧增长 这个 这个静修节要三十二拜 赞叹佛号功德 有好多段了 众生有缘 欲施光着 垢灭善身 身意柔软 所有疾苦 莫不休止 一切忧恼 莫不屑头 如是微神光明 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因为阿弥陀佛是光中及尊 佛中之王 弥陀教我念弥陀 口念弥陀 心弥陀 弥陀弥陀直念去 原来弥陀念弥陀 这个节流大师 这个我们尽忠 第十组 节流大师说 这个信 要相信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 无二无别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当然也相信 虽然我跟阿弥陀佛的 佛性一样 十方三是佛 共同一法身 但是我毕竟 现在在六道轮回当中 我没有佛的受用 我得赶紧修行 相信自己 现在是生死凡夫 不能再搞轮回了 第三要相信 我是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 阿弥陀佛是我心中的佛 所以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 佛光就照着我了 因为我是他心中的心肝宝贝 讲众生 讲众生还不够亲切 心肝宝贝 原来弥陀念弥陀 阿弥陀佛 我念我心中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虚空法界 一切阿弥陀佛 因为在阿弥陀佛心中 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念弥陀 自心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实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这一句就是实念必生 讲到实念 老和尚有讲到 慈云灌顶法师教着实念法 是静十口气 当然这个定课都没有断 这个也算静念 这个相继 那师父上人提出来了 一次念十声 早晚 三餐 就五次了 早上上班前 然后下工 下午一上岗 然后下班 就四次了 加起来九次 我感觉这个九次很好 首先 一早起来了 就懂得念佛 脑筋就清醒多了 晚上要睡觉前念佛 带着佛 带着佛号入睡 很不容易做恶梦 饭前念佛 那当然吃饭 那当然吃饭 食存五官 吃饭不能增长贪心 吃饭 念着佛 供养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大家可以感受感受 好 那老和尚特别好学 老和尚一接触任何静缘 他都在学习 这个十念法的灵感从哪里来 观察伊斯兰教 五次礼拜 你看人家很虔诚 一天五次 老和尚得到启发了 一天九次 贯砖其中 这个好学的精神 我们要学到 见人善 及师起 要养成这个习惯 接触到的亲人 接触到的同事 人家身上的优点 我们都能观察到 进一步效法 这个就是把 善才同子的精神 落实在 处世代人 接物里面 每一个往生极乐 世界的人 都是当生成就 当生成就 现在就要有 当生成就的样子了 那什么样子才是 当生成就的样子 就是善才同子的样子 只有自己是学生 其他的都是老师的 都能够向人家学习 善才同子的表法 我们得体会到 得把它落实了 那当然 这个九次 不断提醒自己 要念佛 可不能 念这个九次 念了两三年了 一天就念这九次而已 念成习惯了 慢慢就 一有时间就念了 慢慢慢慢就成片 这个佛号就越来越提得起来 老上这个是 善巧方便 我们当弟子的要善体会 现在人太忙了 你一下叫他念多了 他就退避三色了 你说一天念九次就好 他很欢喜 这个我做得到 然后他做了 像老上说的 马来西亚同修打电话来了 照做了 两三个星期看到效果了 他就越欢喜了 越想做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 要学到老上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使其可从 你要寻寻善诱 不要一下子目标很高 让人家都觉得压力很大 就退缩了 退缩了 不敢做了 宽以待人 言语律己 接下来经文 唯处五递 诽谤正法 老和尚有分析到了 观无量寿经上 告诉我们 五逆罪念佛 临终十念 还是可以往生 所以重点不在 忽逆 重点在 如果 毁谤正法 他根本就不相信 那他当然不愿意 不肯念 不是他不能得救 所以我们犯再大的错 佛都是包容 如母义子 都是包容 重要的是 我们要相信 要肯念 跟他的愿相应 他没有不接的 所以这一念是 十念必生 那当然 念佛念的是 越多越好 多多益善 我们不念佛 就容易打妄想 所以要多多益善 虚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及结业之所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多多益善 夏老说 多念一句 是一句 你那种心就是 我要多念 那真的就越念越多了 黄念老说 你能抢到一身 是一身 每一身都有功德力 多说一句 废一句 多说了一句闲话 时间经压了 时间经历就好 空过了 空过了 不只空过了 轮回心照 轮回业了 所以 还是要多念佛 多多益善 我们能够一心专修 这一点非常重要 真的把其他东西 通通放下 要专修专理 我们每天拜佛 只拜阿弥陀佛 专念阿弥陀佛 专享阿弥陀佛 自行一处 无事不办 所以心愿解行 样样同佛 这个就是观经上 所讲的 四心做佛 因为一切法 从心响生 我们这个心 真的是在做佛 十法界里头 我们专缘佛法界 你不圆 三二道 三三道 都不圆 圆什么 一心拜阿弥陀佛 一心念 一心想阿弥陀佛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见佛是什么 明星见星 义佛念佛 专门圆佛法界 所以老和尚说 把无量寿经 变成人生的剧本 你看我们在思考事情 都是用无量寿经的教诲 要当孝顺 自成忠性 言行忠性 表理相应 都是在思维 无量寿经 老和尚说 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 愚珠宋生 视若自己 心肠地柱 度视之道 心大悲 明有情 眼词便受法眼 把念佛法门 介绍给有缘的人 受法眼 度恶趣 开善门 所以这一句 专缘佛法界 这个就是 视心做佛 最具体的修学法 那自自然然 暗和道庙 道庙就是 视心做佛 跟本觉相应 视心 视佛是本觉 视心做佛 是视觉 视觉 和本觉 之后就是 究竟觉 死本不离 直屈觉路 所以这一句 佛号是 成佛最快的方法 觉名妙行菩萨 他在静草 他念了一个礼拜 他就入法身的境界了 地藏经里面 婆罗门尼速度更快了 他念绝华定志在王如来 念了一天一夜 所以就入法身 他以自己的神通力 就到了地狱去了 若人但念阿弥陀 四集无上生妙禅 禅已经很高了 无上生妙禅 所以念佛是成佛 最快的方法 那师长 接着也是有点出来 这个五愿 定成正觉 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诸佛称淡 十念必生 这五愿是真实智慧 是四十八愿的精华 四十八愿的中心 是阿弥陀佛 弘氏的精药 弥陀的本怀 他老人家就是想叫 一切众生决定成佛 不需要累劫去修行 老和尚把阿弥陀佛 发这几个愿的心 给我们 这个河盘托出来 让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心 更接近 阿弥陀佛是老师 就希望我们别轮回 就希望我们赶快去做佛 一生当中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 为了实现这一个大愿 为度有情令得度 以度之者使成佛 怎么做到的 十念必生 就是这个书 就是这个殊胜的愿 这样众生念佛 决定成佛 好 那师父接着又说了 他看这个敬业三福 看到第三福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独送大臣 劝敬行者 这个身性因果 假如放在第一福才对 怎么放在大臣 怎么放在大臣福呢 大臣 菩萨怎么会不相信因果呢 后来深入思考了 这个身性因果是姓什么 念佛是因 尘佛是果 很多 菩萨不一定相信 尤其我们后面 这个试验里面还有 接坐阿维悦志菩萨 我们 见识烦恼一品都没有断了 往生了 元正三不对 接坐阿维悦志菩萨 这个在其他的通途法门 要达到这个境界 那是要 入了佛门 入了佛门 出信为菩萨 见获破了 出信为菩萨 然后要再修两个阿生其解 才能到的 这个境界 我们一品无名都没有 这个见识烦恼都没有断 就往生了 阿弥陀佛一加持 就是阿维悦志菩萨 所以一般这么殊胜的果 大臣的菩萨 他都不一定相信了 所以这么殊胜的誓愿 所以善导大师说的 如来所以心出事 为说弥陀 本愿还 那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所以这一句话也等于是 阿弥陀佛说的 阿弥陀佛第十七愿 诸佛称探愿 十方诸佛都帮他老人家招生 所以师父这里讲 四十八愿是一切诸佛说法的总刚领 这个掌握到了 一切佛法通通都抓到了 第十八愿十念毕生 是刚领的刚领 顶尖 佛法的顶尖就是这一句佛号 我们到这里 才把佛号的价值搞清楚了 你要不认清楚 你不是祸 不是祸 你怎么肯把这个东西当宝贝 你怎么肯认真修学 到你真正明白 真正透彻的认识了 这个时候 你自自然然的 把它看作珍宝 决定不会舍弃 决定不会放下 然后才能老实念佛 我们观察一下 释迦牟尼佛 讲经四十九年 大家在佛经里面 有没有看过佛 伴了佛妻 大家有没有看过佛经里面 佛伴了七天念佛 这告诉我们什么 佛给我们讲透彻 我们真正知道 修行 不用人家推 自己就精进了 所以我们得自己视乎 看懂这一句佛号 这是顶尖的佛法 身观顶尖 顶法了 受菩提记了 诸位同修 我们受菩提记了没有 无量寿经有一句叫 同名妙应如来 这一句讲的是谁 不是讲别人 我们真的知道是宝了 佛号就不愿意放下了 争分夺秒的念 我今天 刚好在马六甲古城 跟大众交流 我说大家有没有听过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他说有啊听过了 听过了你们手上 怎么没有佛诸啊 我们听一个道理 这个叫解 解了之后马上行 这个人不简单了 所以我们要养成 听经 听的过程 就想着 这一句教诲要怎么落实在 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养成这个思维的习惯了 这样解形就容易相应了 其实大家去观察 这一句 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中 这一句话在老婆上讲经当中 常不常出现呢 我看几乎每一集都有这一句 甚至有时候 甚至有时候一集都要出现好几次 那总不能把这一句忽略掉了 这一点 我们得效法指路 指路有闻 他听到好的教诲 未知能行 唯恐又闻 他听到一个好的道理 他就要尽力去把它做到 他不贪听得多 所以这个人很踏实 他不是求知欲 把听经当欲望 他知道我听了就是要做的 学一句就扎扎实实的 那当然 我们不能争分夺秒的念 往往还是 我们对这一句佛号的殊胜 认识的还不够深 不够透彻 那当然 我们肯珍惜的就好好念 好好表法 欲念 烦恼轻了 智慧长 愿念 荣光焕发 亲戚朋友看的就有信心 愿念 处理事情 都很安定 有智慧 亲戚朋友 担忧 紧张的气氛到你这里来 马上被你稳住了 这为人演说 我们要把 念佛的殊胜 展现出来 所以一般人 透过对 佛号的深度了解 他才能当作珍宝 但是有一些老太婆 他就能老实念 临终的时候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他什么都不懂 那是人家善根太厚了 这个我们比不上 这是多生多节修的善根福德 他心里没有杂念 一天到晚一句佛号 我们一天到晚 胡思乱想 这就是善根福德不如人 我们听到这一句了 对啊对啊 我就是善根福德不如人 不能这样 知此竟乎勇 我们的善根福德 不如这个老太婆 那我们更要老实念 以慈名故 善根福德 顿同诸佛 善根福德少不怕 就怕不老实念佛 老实念了 念一句 佛号是万德鸿鸣 是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 拿到阴地来修 老实词名 全色佛德 诚自得 这个佛法的顶峰 我们遇到了 赶快一教奉行 自己的善根福德 就快速增长了 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念佛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王呆头 他本身智力有问题 这个善根福德都很差 可是他的师父教他念阿弥陀佛 他就念念念 念到最后 有一天就开怀地笑 他师父以为他发神经了 拿棍子要打他 他说师父你不能再打我 这个都是真实的故事 都在启发我们 老师上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 只有一个方法 搞清楚搞明白 真认识清楚了 死心塌地 妄想杂念才肯放 否则的话不肯放 当然你得到的益处多了 你就越相信了 像成德这个习气众 容易找借口 所以就要对治找借口 不能因为自己工作多了 就不念佛 越多越多越要念 结果 念了之后感觉 处理事情 心更安定了 尝到好处了 就越肯去做了 就越肯去做了 越肯做了 慢慢就养成习惯了 我们这个念佛不能 每一次一例子 五千一万 念了两礼拜 又打退堂鼓了 好 再来 再来 再发一个愿 不能常常静静退退的 君子励志常 小人常励志 我们要有恒星毅力 把它贯彻下去 凡夫能在一生当中 契录十相 就是明星见性 实实在在讲 唯有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这个闲工就给我们做榜样 在末法 不是一生佛号念到明星见性 除了这一门之外 自己去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把是非人我 贪嗔之慢洗掉 如果觉得没有办法 赶紧念佛 有办法可以不念佛 没办法念佛是第一 还是念佛为高 如是妙法性听闻 阴长念佛而身洗 要掌握住 我们接着 下一院 是进入第十一集了 我们念一下经文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奉行六波罗蜜 兼顾不退 赋予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临受忠实 我与诸菩萨众 迎现其前 今须虚一间 急生我差 做阿维悦志 菩萨 不得是愿 不得是愿不取正觉 这是第十九愿 文明发心愿 这个对净土修学 也是很重要 第十八愿 十念毕生 这个是劝请我们 要一向专念 那这一愿是发菩提心 因为上品 中品 下品 三倍往生 都有 要具足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所以 老和尚在这里 也是开解的 很深入 所以要发菩提心 老和尚将他一生 修学 总结成 两句话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个就是菩提心 看破 放下 要看破世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不要挂碍 不要留恋 都要放得下 自在随缘 念佛 那 老和尚 有提到了 这个发菩提心 偶艺大师 在药节里 跟我们说的 既清楚 又明了 他老人家讲 真正发愿 求生净土 这个愿心 是真实的 那这个心 就是无上 菩提心 我们看 无量寿经 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经 这同一部经 大小而已 阿弥陀经 主要就是 真性 切愿 老师念佛 真性 切愿 就是发菩提心 完全相应 行安大师 也说 念求生净土 就是菩提心 那偶艺大师 这一句话 也安我们的心 以前的祖师 没讲过的 他老人家 把他开解出来了 我只要 真性 没有怀疑 切愿 真为生死 念这一句佛号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不再搞轮回了 以身性愿 持佛名号 这个就是菩提心了 那老和尚又提到了 一般大臣经里面 讲菩提心 必定包含 四弘四愿 所以四弘四愿 可以说是 菩提心 具体的修学 所以四弘四愿 很重要 因为菩提心 不能是发个空的 落实在修行上 就是四弘四愿 第一 要发度众生 成佛造的大愿 这个愿心 生起来 就有一股 不可思议的力量 推动你 精进不屑 我们学佛 为什么会退转 老和尚这个色问 在提醒我们 要把退转的原因 找到了 找不到原因 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学佛 是想 自己成就 是为自己而已 那自己早一天 成就很好 晚一天 也无所谓 于是就 懈怠了 假如你发的心 是要救度一切众生 那时候死命就重了 我成佛晚一天 众生就多受一天苦 黄念老有说到了 我们有很多过去生的父母 现在还在地狱受苦 我们一想到 我们都有过去生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这个宇宙真相 别的人 没闻到佛法 他还不知道这个真相 我们有机会闻到这个真相 闻到的真相 就要用真相来 生活 我们总不能想着 我们有很多过去父母 我通通不管他们 我只想我自己 所以静修结药 叫五念法门 这天清菩萨的五念法门 照这个方法修行 一定当生可以成就 这个五念里面就有回向 五念是礼拜 一心观礼 观是观察 观察阿弥陀佛 观察西方极乐世界 诸大菩萨 观音四智 文书普贤 静修结药里面都有 观察之后要效法 我们前面几品经 观察阿弥陀佛 怎么修学的 怎么发愿的 怎么落实的 这都是观察 礼拜观察 赞叹 都跟普贤行相应 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第四是发愿 要把愿发出来 第五是回向 其实我们看最后 第三十二拜 一心待位 一心待位 生生世世 即陷在身中父母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很多过去的父母了 我知道了 怎么不能袖手旁观呢 每天都以修学的功德 给他们回向 父母 施杂 都不念这些恩 六清眷属 包含 冤清等重 顶礼三宝 求哀忏悔 普代法界众生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静止于报身 同身极乐果 同身净土 同源总治 这个回向 扩宽心量 要想着 还有很多过去的父母 亲人 在受苦 我早一天成佛 他们就少受一天苦 这个有情义道义的人 不能懈怠 不可以叫众生 叫过去的这些父母 眷属 因为我多受一天苦难 这个力量在推动 那他这个众生 无边试验度发出来了 他就能够认真的去断烦恼 学法门 成佛道 回过头来 因为他有能力 度无量 无边众生 所以这个四红试愿 最重要的还是 第一 众生无边 试愿度了 这样我们的愿望 才能圆满达到 这个发不力心 才能达到了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 为什么菩萨修行 不疲不厌 那么样的精进 就是这个道理 他这个众生无边 试愿度 蒸发出来了 好 修诸功德 发行以后 所修的大行 奉行六波罗命 六度就包含万恨 那六度我们前面 跟大家交流过了 坚固不退 为什么会坚固不退 就是因为有发不力心 赋予善根回向 所积的一切善根 都回向求生净土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咒夜不断 接下来这个经文 属于临终皆隐愿 一心念我 这个念不是口念 是心上真有 不但有阿弥陀佛 唯一的一个念头 就是念阿弥陀佛 这叫一心念我 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别无恶念 这叫一心念 这四十八愿是佛法的核心 这些句子不能滑过去了 我们也有观察 我们也有观察 学佛几十年了 年纪也七十几八十几了 几十年过去了 有没有消息呢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修行人 师父领境门 修行靠个人 自己检查 净土圣贤路 老阿尚善于观察 好多例子 都是开始念佛 多久往生的 三年 老阿尚说 看他们的年龄 这不可能是寿命到 那是什么 相应了 阿弥陀佛来接了 他寿命他也不要了 他要求生救土了 阿弥陀佛就来接他了 所以我们念了几十年了 好像还是没有消息 就是跟经文不够相应 一心念我 观察这个老者 常常 比方说听到哪件事了 自己情绪也跟着起来了 没有一心念我 再来呢 那个窃愿不足 真性窃愿 窃是很肯窃 很真窃 一有时间就念佛 老人家年纪大了 家庭责任也了 那你一天那么多时间 看起来也拜佛 也念佛 但是不是一心念我 咒业不断 不然铁定感应道交 消息就来了 这都要检查自己 还有那么多人事物 就可以动我们的心 可以把我们拉走 这个跟念文都不够相应 好 那阿弥陀佛 要专念 老和尚说了 念阿弥陀佛 就要学阿弥陀佛 要效法阿弥陀佛 目前当目其心 效法他老人家的心 阿弥陀佛存的是什么心 阿弥陀佛有些什么愿望 阿弥陀佛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怎么过日子 少欲知足 不记重苦 少欲知足 我们欲望有没有越来越淡 这个就是 学阿弥陀佛日常生活 怎么过日子 专求白法 求法不倦 大家听经文法 有没有 越听越欢喜 越听 越欲罢不能 专求白法 而且是 为什么这么精精 会立全身 自愿无倦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愿 行 他怎么过日子 这些地方 我们通通要学习 阿弥陀佛在日常生活当中 尽心尽精力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帮助一切众生 信愿 辞明 求生净土 我们也把这桩事情 做为我们一生当中 第一的大事 我们今天跟亲戚朋友 有缘 相聚了 我们做什么 尽心尽力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成德观察 现在的人 心有千千结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你愚租众生 示弱自己 你有这个机缘 要不要帮助他 破迷开悟 破迷开悟 不是说一下子 就是成佛了 他世间有很多迷惑 他很痛苦 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解决不了 你愚租众生 示弱自己 你就感同身受 现在忧郁症的人 不少 我们也很敬佩 这个杨医师 你看他家里 女儿出了点状况 有忧郁症 他首先是他父爱 全心全意 陪伴 护念 女儿 很快 恢复健康 马上想到 现在很多家庭 很多孩子 是这样 很多人是这样 这个整理的资料 我们还专门有一次的 针对忧郁症的交流 探讨 所以我们刚刚说 要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 愚租众生 要示弱自己 所以这一句 尽心尽力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还有下一句 帮助一切众生 信愿 持名 求生 救出 你帮他了 还要帮得彻底 他不出轮回 问题没解决 我们现在知道 当身成就的念佛法门 所以老和尚说了 现在求着 没有别的 多带一些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老和尚说 多带一些人 往生极乐世界 诸位同修 大家听了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帮我带上吧 帮我带上吧 还是想自己 第一个念头 都是想自己 要想众生 强者先迁 我们都是把自己排第一位 修行人 要把众生排第一位 我们要为 正法久住 为苦难众生 我们听了 老和尚是这个愿 弥陀也是这个愿 以失智 为己智 这个就是 念阿弥陀佛 就是学阿弥陀佛 他的心 他的愿 他的行 当下就可以学了 你把正确的 做人做事的道理 供养他 理得 心安 他这些痛苦 就慢慢 跳脱出来了 破迷开悟 你帮助他 他对你有信心 你进一步给他介绍念佛法门 他容易接受了 所以我们要把念佛法门介绍给人 不能太冲动 不要吓到他了 先观察他的需要 先关心 教人以善悟过高 你一下就 他心里还很多忧虑牵挂烦恼 你一下就教他 走 我们去做佛 他不是很能理解 所以敬业三福 首先 教导的是 校养父母 奉事师长 先学会做人做事 这个大臣佛法才学得上去 当然我们互念别人 很重要的是 我们的信心 要相信 有佛法就有办法 还要有很好的身教 你身教好 人家 才肯听我们的 那师长这里 讲到 念佛 这个法门非常好 非常殊胜 绝不耽误世间法 你在家庭里 念佛不妨碍你工作 如果你是经商 你在一个行业里面 你可以从老板到员工 都劝他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听黄老讲课的时候 说到念佛法门 不理佛法 行试法 不废试法 不废试世间这个五轮大道 敦伦净愤不废试法 正佛法 当身就可以成就了 敦伦净愤都是积功雷德 正住双修 当身可以成 正修是念佛 住修是断恶修善 积功雷德 净本分都算是积功雷德 老爷上讲到商业 借的 果然念阿弥陀佛 工作做得更轻松 更愉快 更圆满 不觉得疲劳 不会厌倦 这个是事实 念佛好处利益太多太多 所以并不妨碍工作 对工作有好处 没有坏处 因为老板员工都念佛 得诸佛的加持 而且佛念多了 忘念就少了 忘念少 看事情 处理事情 比较清楚 妄想纷飞 要把事处理好 不容易了 我们也遇过一些亲戚朋友 他们的认知就是 学佛 等我退休了再来学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可能有这样的认知 我们开解这个佛法的受用 就能像老和尚这样 怎么引导他在工作里面去用 我们看弦工给我们表演得很好 工作不妨碍念佛 他每天农耕 但这个佛号没有断 这个都是我们现代人的榜样 老和尚这里讲到经商 看看我们诸位大德同修 有没有在商业界的 发发心 为人演说 这一个团体企业 通通都念佛 人家一走到这个企业里面去 虽然觉得这个企业的氛围不一样 每个员工都是荣光焕发 都是笑呵呵的 那这样人家看了就 欢喜深信心了 老和尚曾经说过 二十个企业 落实传统文化 可以把传统文化弘扬开来 这是老和尚上对这个时代的关机 现在是商业时代 诸位同修 你们的亲戚 有没有从事农业了 我的亲戚 我看了一下 没有从事农业 你看时代变了 在古代 我们是农业社会 现在商业时代了 所以能有人发心 在商业表法 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 我也接触过一些商业界的人 也跟他们交流过 有时候从他们的表情跟言语 就感觉到 你讲得很好 但是在商业行不通 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 三十二应生很有道理 你要给商业界的人说法 让他们能生信心 你要献同类生 像道圣和夫 这给我们好榜样 你看他把乳士道 用在企业 创造了两个全球五百大 紧接着又拯救了一个全球五百大 日本航空倒门 被他扭转乾坤 就是把乳士道用出来了 几千个企业家都向他学习 所以各行各业都要有人表发 诸位同修谁来表 每个角色都要有人表发 包含家庭主妇也要有人表发 每个角色也要有人表发 每个角色也要有人表发 所以普贤行的有一愿 叫请佛注释 诸位同修请哪尊佛注释 不要又看到其他地方去了 你要求别人难 登天难 求人难 求人不如求己 这个愿要发出来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人要有一种责任 要有一种担当 我记得一开始接触佛法 听老上说 年轻人要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当然大家一听这句话 年轻人跟我没关系了 不能撇得那么干净 其实为人演说 这个没有分年龄的 自己真肯表发 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那个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成德也是抛砖影域 给大家一点小信心 我中文是最差的 出来推广传统话 你说没有佛菩萨加持 怎么可能呢 办不到的 在这种辱世道 沉传的这种关键时候 我们有发现 得的感应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这个一心念我 这个念 实质上也不能只是口上念 也要心上真有 那发菩提心是念佛的真因 好 我们这个众生无边 誓愿度的心发出来 这每一句佛号 都含着回向一切众生 经文讲了 临受忠实 人受命是有一定 这跟前世修的因 今生得的果报 那这一生报警 不会再轮回了 阿弥陀佛来接了 也有人 寿命延长了 当然 在这个世间 寿命延长 好不好 大家 喜不希望延长一点 老上说实在讲 多活一天 多受一天罪 我就觉得 每天伺候这个臭皮 也是挺累的 洗个澡 洗完澡 擦地什么 都得忙活好一回 你看到极乐世界 这些偷偷都不麻烦了 吃饭 你看 每次看人家做饭 那么辛苦 每天吃三餐 吃一餐还得半小时 早点去 好处太多了 早一天往生 早一天见佛 早一天正果 早一天有六神通 可以帮助众生 早一天就是阿唯一之菩萨 可以骗共诸佛 可以跟着阿弥陀佛到虚空法界 度众生 这个宏一大师说 不求往生 不是愚痴 就是狂妄 这么好的机会 要抓住了 所以真正觉悟 不求长寿 除非什么 这个世间还有许多众生 跟你有缘 你劝了 他会听 别人劝了 他不听 这么多有缘的人 他得度的机缘 都在这个时候成熟 那你寿命到了 也不能走 还得多住几年 帮帮他们 这是应该的 我们从老二上这些开解 都能感觉到 佛法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要从慈悲去出发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人跟人真的是有缘分不同 你这一点你看不懂 有时候会生闷气 我都给他讲好几次 他都不听我的 怎么 别人讲他就听 那就是缘 看破放下 别生闷气 再讲的深入一点 有时候 这个人谁度 他都不是一世两世的缘 所以佛门为什么不能以神通度众生 你一现神通 本来这些信众很老实的跟着这个善知识 你一现神通了 把他们的缘给搅了 大家都跑你这里来了 结果成就不了了 那个罪业就非常大了 诸位同修啊 你们有没有遇过亲戚朋友 很听你的话 有没有 没有啊 这样做人要检讨一下 开玩笑 那就是一种缘 你假如遇到这么信任你的人 你要更好好修 可能他这一身得度的机缘 就在自己的身上 被别人信任 我们要对着其他的信任 这就是一种信义 一种情义 所以我们念佛人 寿命要是延长 必定是利益一切众生 帮助更多的人念佛往生 如果不是这个理由 实在讲 没有理由在这个世间 多住一天 不留恋这个世间 好 灵受忠实呢 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 这个愿是临终皆隐愿 阿弥陀佛 跟着 诸上善人 其中这些 跟着来 我们过去生有缘的 已经往生的亲戚朋友 跟着来 老阿上这里是提说 要多广结佛缘 广结法缘 好 那 这个 我们 临终 阿弥陀佛一切影 本渊 微生一加持 我们的六神通 宿命通 马上就现前 过去世 深深世事 这些亲人 朋友都认识了 所以 老阿上在这里提醒 所以一定要晓得 唯独在六兆轮回 很孤独 人一死 一轮回 家经眷属 就分散了 有些人很重这种 亲人的 亲情 这个都要给他讲明白 他才转得过来 冷静想想 上辈子的亲戚 我们还记得吗 善恶获福 追命所生 道路不同 会见无几 一投胎都不认识了 所以轮回 是很孤独的 再想见面碰头 不容易 非常非常困难 完全是陌生的境界 唯有到西方极乐世界 亲朋好友 好多好多 都是熟人 一点都不陌生 我看你们的表情 好像不是很想去 听到这里不是很高兴吗 深深事事 好的家经眷属都聚会了 哇 一聚会 一聚会 不是讨论吃啥喝啥 一聚会就讨论 怎么配合 来度众生 那真是快乐无比 为善罪恶 虚余之间 即生我差 这个是讲 往生时间 非常快速 其实极乐世界 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所以这个心 跟阿弥陀佛一接通了 我们的心就限极乐世界了 心做心事 净土方显唯心 做阿为悦智菩萨 所以这个功德利益太大了 往生就原正三不退了 这个机缘一定要掌握住了 好 这个是第十九院 还有第二十院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有没有同修 我们学了前面 这差不多二十院 自己很有受用 随着老阿上这些开解 我们把它落实了 得到利益了 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或者今天讲的内容 有没有不明白的 那我们就老实念吧 务实一秒钟空过 务实一句话空说 我们一定要发愿 做弥陀第一弟子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有愿必成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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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准备 感谢观看